你这个人你不要咬那么丝 做巧雕就比较合适了 这里有一条袋子 总缺了一点 这份多少钱 这个两万块 哎呦呦 如果摔破了怎么办 没事 摔破了 手镯摔破了就完蛋了 这个真没事 但是你比较厚道的 正常没事 这个东西没有故意的东西 不过也是 如果摔破也是我不谨慎 我呢是看多少给多少 给少你不要生气啊 没生气没事 这个看多少 这个整手 4000吗 100块 那差得远不远吗 差远 差远 它的品质还是差呢 这个是不错的 这个4个手镯 我们卖5万多的 你手镯肯定好嘛 你手镯带着这种东西 你肯定好啊 这搞出来很漂亮的 那这个是有一点意思 可以巧 5000吗5000 那你说 5啊 你看我看不到 8000的这个有 8000 收集的时候8000我也看不到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可以取而已嘛 那8000给挂了 6000吗6000 不行我走了 我告诉你 这一份呢 这一份5万 连这里是吧 这翡翠针气人 它是最好的地方赏列 6000可以了 不行 我8000的还会卖6000吗 那有什么奇怪 你没卖过啊 人家给过10万的 我6万都卖过 行不行 加不上去啊老板 加不上啊老板 加不上再加500 这最多了 6500可以了 不行就放弃 料子呢就设好用 其他底子太差了 就设取出来做一点东西 小东西 这是绘卡石头切出来的 棉太多了 棉太多了 一大份给我飘花 但是不太对我的妆 这里主要啊 很多都是以手镯配为主 手镯配型呢 我就买的比较少 我自认为不是这方面的行家 有花的地方种就好 有点蓝蓝的感觉哦 种还是普通的一点 走吧 回去再给他加500 加500他不卖就算了 老板 没有没有 就是一定要多的 不是说那个 我刚打过电话的 你这个人你不要咬那么屎 你有那么屎 没有咬那么屎 是我刚打过电话的 给挂8000他说要卖1万 我就直接跟你说 那个东西 几千块东西 我还不要去摸摸擦这些东西 那是不一样啊 我们赚辛苦钱了 几千块钱可以省下来当工钱 你加了之后我帮你问一下 东西 不加 不加就没办法 加了刚才我6000 我现在7000了 这也是加了 没有没有 他人家给挂8000 实在要省一点钱出来当工钱 没有没有 谢谢啊 谢谢 怎么样老板 昨天给了吗 那个3万块钱 昨天都给过价了 给到多少 给到7000 打电话 打嘛 你看这个太普通了 你这包用打电话吗 让你问一下 看你利好多 那有1万 没有过1万 没有过1万 昨天他说8000 他说8000啊 对 他跟我说要卖1万 行 你打电话给他 现在这生意难做啊 这人家给8000的 他8000都不想卖 如果想就卖了 不要啰嗦了 那不行不就算了 好了 成交了 先把钱付了再收 昨天的那一份料子 没有买钱 得意以广大的网友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意见 其中有一个是这么说的 他说啥都别说了 你那里给我套一个戒指 哎 马上灵感就来了 你看这份料子 本来就是手镯料 你看它的底子 你做挂件啊 做牌子 它都品质不够 有色的位置套在手镯上 那么这个手镯就值钱了 那这样就对了 为什么老是往你性量方面想呢 也可以朝男性方面去发展的嘛 一个戒指 我们这样套下去的时候 它这里就变成像手镯一样 就把色套到了 它架子就出来了 那么好 决定做戒指之前 那就要先排除这可能性的危险 这里有一条 其实这个它并不是裂 它是一条小小的牙路 那么我们主要是要套取这个色 先把牙路切掉 它不影响 安全 没有问题 这个戒指呢 我们做的是 我是戴在这个无名指上的 比如说我的内圈是20 那么就加8就可以 就是28 不像我们做帮子一样 帮子的话要加12 如果是戴其他手指是加8 3 5 2 3 3 4 4 4 5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 你看这边白白的 如果来做这个挂件 它肯定是不值钱的 但是如果他把这个色做上去 它就不一样了 你看 它的底子就完全够用 其实呢 这个老板那天已经有提示了 他说哇 我的东西 做手肘一个的几万块钱呢 不是 它其实是三个五万多块钱 但是你看 单纯这个底子是没有用的 只有这样挂起来才好用 这个切下来的怎么办呢 有人说去打猪子 但是我不太喜欢 我喜欢把它做成随形的那种 随形的手串 因为这份材料的量很大 来 效果都出了